即使由埃及出面來調停 不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的衝突 依然加劇 三天來已經有二十八人死亡 目前最新的情況是巴勒斯坦火箭彈越境 造成了以色列第一期死亡 此前 乙方才將巴勒斯坦的高級將領見面 從江薩走廊朝以色列發射的大量火箭彈 在夜空中清楚可見到遭鐵窮系統 以及首度使用的大規投尸所防空系統 攔截 光點於空中爆炸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伊斯蘭聖戰組織 不斷發射火箭彈 以色列當局表示擋下百分之九十六 但十一號中部雷和烏士一棟箭竹被擊中 造成第一期死亡 過去三天來兩方衝突升溫 伊斯蘭聖戰組織在一份聲明中指出 我們的復仇仍在繼續 以色列稍早前殲滅伊斯蘭聖戰組織 軍事領導人及其副手 目前已有數名高級將領殞命 也在加薩地區造成包括婦女兒童 在內重大死傷 伊斯蘭聖戰組織是被激進組織 哈馬斯統治的加薩地區中 勢力第二大的武裝團體 其所發射的數百枚火箭彈 讓特拉維夫以北地區空襲警報大作 軍方表示已勒令一百五十萬以色列人 也就是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六 前往避難所 即使埃及居中斡旋 雙方似乎沒打算從自去年八月以來 最嚴重衝突中收手 伊斯蘭聖戰組織表示 埃及在開羅與幾方高層人士 辛迪會面 埃及外長蘇克里在德國柏林 告訴記者緩和局勢沒有進展 公視新聞黃昱琳編疑